阿修哥哥,跟我回家吧。 持着发际上的红头绳,他说他是他的生生,他以为依旧会不理人的少年,眼毛动了,视线落在柳玉生头上那耀眼的红色,又低头看着手中已经褪色的头绳,眼睛里有一瞬间露出迷茫,似在奇怪,怎么颜色不对? 对,我才是生生啊,会说话,会笑,活得生生,不信你摸摸看。 生生,又看了看掌心的头绳,想了想,少年把手心的头绳扔掉,然后把柳玉生抱进了怀里。 喂,喂,福娜娜,柳玉生,你想干什么啊?准备在这儿跟他扎窝了?别闹了,快点跟我回家。 阿修哥哥,你带生生回家,你是不是不记得回家的路了,生生给你带路好不好? 千万金坐上马车的时候,眼睛还瞪得老圆,那个随时随地都能把他堵得心火狂冒的难啃的石头阿修, 把柳玉生当成头绳误在怀里,好想揍他呀。 千万金眼珠子一转,朝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凑过去,阴阳怪气地说道, 阿修哥哥,我是生生,那个是假的,你把他放开抱抱我呀。 砰的一声,车厢里响起一声巨响,整个马车都震荡了一下。 柳玉生,我要把他赶下车,这王八蛋,太欺负人了。 看着字被踹了一小之后,脸色就没好看过的人,柳玉生想了想,决定拍个马屁。 小冬家,谢谢你这么长时间的帮忙,回头我给你调配两坛顶级要酒聊表谢意。 刚才的事情,你也别跟阿修哥哥计较,他的情况有些特殊,我以后再跟你详细说。 何况,你可是游走商场大杀四方的前小冬家,哪会计较这种小事不是? 我前万间什么人,我会跟个疯,跟他计较,说好的顶级要酒,你别忘了就行。 呸,不计较,或你被踢一脚试试,能想,想就先狗疼。